你有没有发现科幻片都非常中心于透明显示屏 从早期的星际迷航和银翼杀手 到后来的钢铁侠和阿凡党 再到近期的西部世界和副本 几乎所有信息都可以从任何正常透明的表面出现在眼前 科技的力量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因为有了透明OLED这些原本只能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的场景 如今一点一滴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了 未来已经到来了 我们也可以化身科幻电影中拥有隔墙透视能力的超人 比如这台车前的透明OLED 就让每一个走过他的人拥有了一双透视扫描一般的眼睛 既能够将拉风的外观尽收眼底 还能够让内部构造和参数细节变得肉眼可见 仿佛是对车身进行了由外到内的扫描 透明OLED让消费者更加至关的了解产品信息 创造一种超前的沉浸式未来购物体验 比如一枚恐龙化石 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在埋藏数亿年后如今的模样 也可以同步看到他在数亿年前活蹦乱跳时的样子 透明OLED跨越虚拟于现实的界限 让产品复活 向观众讲故事带来更丰富的创意互动 而那些奢侈品包包 口红香水等美妆产品呢 也仿佛被透明OLED施展了魔法一般 虚实结合的梦幻意境 让你忍不住想要靠近触摸啊 透明OLED梦幻出窗 沉浸式视听体验 为高端品牌营造无与伦比的展示方式 而当我们把这块透明OLED屏 放到地铁火车机场的窗户上时呢 更未来的体验马上就跃然眼前了 有种穿行在CG游戏当中的感觉 真是的有点虚幻啊 再枯燥的旅程呢 也瞬间疗愈 你不知道吧 我国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地铁上的 第一块透明显示屏呢 就是OLED了 不仅可以实时提供天气预报 新闻列车运行等交通信息 点击触碰还可以看视频逛网店呢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 更是新时代城市腾飞的基石 透明OLED赋能智慧交通 点亮智慧城市科技术 如果把透明OLED变成大门 那它将为你打开一个未来新世界 你会惊讶地发现 会议室里面的每一扇窗户 都可以变成视频会议的窗口 数据分析会议记录的白板 而家里面的透明储柜 卫生间里面的透明魔镜 床边的透明幕墙 这可以随时随地让你心上打骗 为什么透明OLED能够如此惊艳呢 因为它充分发挥了 OLED能够自发光的优势 再结合透明子像素这一技术的加持 将显示屏的透明度提高到了40%的程度 并且还不会牺牲画质 显示效果依然卓越 透明OLED以独特的显示方式 与周围环境融合统一 创造了全新的视觉空间与交互体验 也为各个行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场景 与应用价值 透明OLED把所有透明表面 都变成随时显示的屏幕后 很酷很有未来感对不对 很快不论是商场 展览博物馆 还是地铁飞机会议室 家里面都是完美化身 科幻场景的地方了 虚拟和现实得以更好的融合 我们也就是生活在更加多彩的未来世界里面了 身在其中 我们就是在创造未来 你期待吗